马上就是国庆日了 今年的国庆烟火在苗栗后龙 而在国庆前一个月呢 每个周末都有精彩的烟火秀 上日昨天晚上就台湾队PK南非队 台湾的烟火是呈现从战争到胜利的喜悦 而南非烟火则是传达了狮子王的热情 好人新闻也告诉您有一个秘密的赏烟火好经典 阐述中法战争枪林弹雨到获得胜利的喜悦 这是台湾队的烟火 20分钟炮生熔熔气势磅礴 PK的队伍是南非队演出狮子王 金光闪闪好像狮子的棕毛 同样20分钟南非烟火绽放华丽散发热情 有没有发现华世新闻镜头捕捉的烟火角度 从高空看璀璨尽收眼底 这是什么地方呢 答案是站在后龙西山的山丘上 这里能够看到烟火全景 而另外一个好地方是底下的外环道路边 可以近距离看 发现了吗 这里还可以看到闪闪发亮的摩天轮 不管是平地还是高点 不一样的角度看到的烟火 绽放不同的光芒 记者 乌兆琴苗栗报道